會議結束之後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非常沉重 這樣的結果對我來說 單一以藻礁這麼急迫的議題來說 我個人是表示失望的 總統對於潘老師所提的所謂庭建三階的提議 這個知智不語或者是沉默不語 而這並非事實 會議結束之後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非常沉重 那這個沉重呢 其實我也看到了小英總統 非常凝重的臉孔 那因為過程裡面呢 我確實是跟總統提到停工 是不是可以宣布 但是顯然總統呢有 在這一剎那呢 他是覺得 還不是他宣布停工的時候 也許他還需要更多的資訊 來判斷 那我要說過去以來呢我一直說小英是局外人 今天我還是要重複這一句話 也就是我在他前面的報告中聽到他還是在強調 民進黨政府呢 已經把關塘工業區從二百三十二公頃縮小到剩下二十三公頃這件事 我想他一定是完全不了解這一次的環評審的是官塘工業專用港 而專用港會破壞藻礁超過三百公頃 我一直試著努力要發言在最後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是要快結束了 他還是願意讓我講 那我把藻礁可能會破壞的這個狀況稍微跟他把照片也給他看 甚至在最後我在送他禮物的時候 我還把那一張圖特地拿給他告訴他 報告總統 三階現在正在接受藻礁正在被三階嚴重的破壞中 如果三階完成這裡會被破壞超過三百公頃 我覺得那個時候他的臉色也是沉重非常的凝重 所以如果你問我現在的感覺是怎麼樣 那還是沉重 可是在我走到這裡的時候呢 其實我自己也有一個想法啦 我應該是平常心看待這件事情 因為在過程裡我聽到曾文生次長站在他們開發的角度 他說他們已經盡到了權力來守護藻礁了 可是呢我就在想 我們的藻礁如果要破壞三百公頃 而他們不認為這個是嚴重的話 還沒有得到具體的答案 今天只能說到後來呢 就是簡單的回覆 最後呢結論就是我們繼續溝通 那這樣的結果對我來說 單一以藻礁這麼急迫的議題來說 我個人是表示失望 那在將近三個小時左右的討論 環團代表跟相關部會都有充分的發言 那現場的環團代表對總統所揭示 台灣2050近零轉型的目標 都有高度的共識 那多數環團的朋友對於推動人員轉型 也抱持著正面的態度 也有許多的環團代表在表達自己的訴求之餘 那也堅定的表達這個反核的立場 那在會議當中總統也做出以下的幾點表示 那第一總統覺得今天大家能夠在這個機會 特別是422世界地球日的這一天 能夠做下來面對面的溝通 那總統認為這是一個好現象 那相關部會的同仁也都有回應了各位代表的問題 那總統也表示在場許多的部門的首長副首長 過去都跟環團有很深的淵源 那總統並且指示各個部會 一定要持續的努力的溝通 那跟大家共同來解決問題 那第二總統表示 即使今天的會議當中 藻礁跟三接的議題上還有不同的意見 但總統還是希望各方都可以採取開放的態度 不要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大家一起為台灣找出好的解決方案 那第三包括近年轉型之內的未來環境議題的各項挑戰 總統認為需要打破目前的思維思考的框架才能找到答案 那也希望跟所有的民間公民團體還有民間的社會來共同努力 也因此今天會面的結束並不是溝通的結束 而是大家能夠坐下來面對面更了解彼此的想法 另一個持續溝通共同努力的一個開始 不過在這邊我想強調的是 溝通不是一味的堅持自己的立場 溝通是互相是互動是雙向甚至是多向的 那溝通是即使彼此有不同的立場 但經過溝通的過程 那進一步取得雙贏多雲的平衡點 一起朝著對台灣最有利的方向 一起幫台灣找出更好的方案來前進 這樣才是溝通的真諦 那作為執政者 那蔡英文政府當然是勇於承擔 像是大家很關心的中部的空污的議題 在處理中部地區減煤減空污的過程當中 中火從馬政府時期 2014年用煤的最高量最高峰1839萬噸 到了2020年也就是去年 大幅減少了超過600萬噸 空污排放量減少了六成 那未來我們也希望能夠跟台中市政府一起合作 增加藍氣就可以減少藍煤 那同時我們也積極跟台塑公司進行協調 推動雲林賣療電廠 由藍煤轉為藍氣 經濟部王美花部長也已經拜會雲林縣張縣長 爭取地方政府的支持 所以我想承擔不是嘴巴說說 也不是作秀 是勇於面對挑戰 是勇敢克服困難 像是大家近來關心的三階跟藻礁的議題 過去幾年也因為很多朋友的努力奔走 我們把馬政府拾起232公頃的開發面積 縮小到23公頃 大幅縮減了90% 只剩下10% 並且施工也迴避了藻礁的區域 桃園市政府這幾年也陸續投入了將近8.5億的預算 來進行藻礁的保護 來進行桃園27公里海岸線的保育工作 這就是溝通的成果 這也是勇於承擔 那麼現在 也有很多的環團朋友 公民團體 學者專家 陸續提出三階的更平衡的替代方案的倡議 那也召開過許多的溝通會議 或者對焦會議 政府部門都有積極參與 而且在這個時候 政府部門也都在積極評估盤點各項可能的方案 尋找對能源轉型影響最小 對藻礁保護更多的雙贏的方案 這就是民進黨政府勇於承擔 作為執政黨正面溝通 是因為我們勇於承擔 勇於承擔是因為我們希望 我們可以留給一個台灣是永續的台灣 那以上我的報告到這邊 謝謝 那我接下來請內政部花次長做一個說明跟補充 各位媒體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在整個座談的過程底下 許世宏許教授 他對於台灣土地徵收的面積 提出了一個蠻誇張的 一個不實的一個說法 那在會場上 我也都很清楚的跟在座 在場的所有人表達說明 過去從新月2000年 就是土地政策條例施行以來 到現在 每一年一般徵收的面積的狀況 我在這邊跟大家做個補充說明 新月2000年到2011年 這12個年度裡頭 平均每年政府徵收的土地面積 達到951公頃 那2012年到2015年 這四年的時間 平均每年是310公頃 蔡英文總統上任後的 2016年跟2017年 是首度一年平均降到200公頃以下 2016年是149公頃 2017年是193公頃 到了2018年 第一次降到100公頃以下 是99.05公頃 2019年更是降到史上最低的 31.22公頃 我想這都是真實的數據 那今天徐教授提出的這樣一個說法 我覺得非常的遺憾 那當然徐教授提這個數字的背後 特別強調的是 桃園航空城的區段徵收的計畫 那我們都了解 區段徵收基本上 他的同意比例一般都高達 95甚至98以上 那我們下個禮拜 會針對航空城的地上戶拆遷補償 我們在內政部會有一個審議 那我要跟大家特別強調 我們內政部對於航空城區段徵收的第三戶拆遷補償的審議 主要就是要來保障這些弱勢戶拆遷戶或反對戶 他的財產權以及居住權 是否在整個區段過程底下 有沒有受到充分的保障 桃園市政府跟江東部 他們在區段徵收計畫 對於這個補償的金額安置的內容 是不是合理、可行、恰當 這是我們要審議的重點 所以並不是好像有這樣的審議 那就是一個嚴重的破千 或者是一個危害人民的一個行徑 此外我再另外補充一下 就是說 對於過去我們在針對 區段徵收的這個政策的研議過程底下 實質上我們現階段也對於土地徵收條例的一個全壇修訂 也已經擬出了一個初步的方案 那我們也預計下個月跟下下個月 我們會有一個專題研究 另外會召開相關的討論會 那徐教授其實他也有提供名單要來參加我們的座談 所以實質上這個溝通都是非常的暢通 而且機會都是在最正式 而且是有專業的溝通的平台底下來進行對話 我們真的開誠布公 希望透過合理的修法 以及我們過去積極的努力 讓台灣過去一直對於徵收或區段徵收所存在的不安 甚至一些誤解 能夠在政府的努力之下得到一個妥善的處理 以上是我的補充 謝謝華市長 那我想就先 時間晚了 那是不是先開放媒體朋友提問 那有需要我們再補充說明 建宇先好了 好 公投的提案人潘宗正在剛剛外面記者會有提到就是說 他有跟總統當面提希望對於中油三接這部分能夠停工 但總統沒有給他正面的回應 而且他也表達他個人很失望 那這部分府有沒有相關的回應 第二部分是潘宗正也提到說 邀請總統在4月29號到大潭藻礁去看一看這樣 那總統表示行程上可能還要再確認 那這部分府方會安排 謝謝 我想就這個問題簡單來回答 第一個 我稍早有看到媒體報導說 總統對於潘老師所提的所謂停建三接的這個提議 這個知智不語或者是沉默不語 而這並非事實 那總統現場是有回應說 那對於三接是否停工 那現在還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見 那大家也都持續在希望能夠尋找一個新的 或者是替代雙贏更平衡的方案 那所以重點在於大家要採取這個開放的態度 那不要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那總統也表示說這個因為是環保跟環保的權衡 所以要集中人之力一起為台灣找出最好的方案 那的確這個潘老師也在會議當中有向總統提出說 4月29號能否去大談現地看 那總統現場也是有表示說 這個過去有這個幕僚團隊都一直有在思考規劃相關的行程 那幕僚團隊也會選擇合適的時間 以合適的方式來進行規劃 那我想總統府的未來的方向也是如此 就是合適的時間 合適的方式 那我想我們回去現場來進行了解 那並且我們也希望能夠了解 桃園27公里海岸線目前保育的狀況 包括關心著教 來 下一題 還有關子 關心著我想問一下 因為那個潘中正他昨天有提到藻礁的問題 他在那個跟政府要員聊的時候說 政府官員是跟他坦承這是政治決定 但是我們從今天包括跟總統見面之前 他先跟了國民黨見面 那還有就是在跟總統見面之後 他又說那個總統沉默不語 然後面色凌重等等的 你會不會覺得政治操作跟政治問題 都是在潘中正一個人身上 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是請那個曾次長先就還評的部分 先說明 然後我再來回應好不好 我想今天下午的討論我也是聽 我覺得講完以後心裡面也是很沉重 因為我覺得說 其實我們試著從各種的角度說明 因為我想各位記者手上拿到的簡報 我們試著說明說台灣在從2017年到2026年 這10年的時間有多少的機組 是老舊的機組必須除異 它的排放比較多的機組必須除異 會少掉多少 它將近25%的容量要在這10年除異 我們必須要新的替代的能源供應 那我們快速的發展再生能源 也需要天然氣的機組來支撐 我想我們一直試圖 跟那個提出藻礁功能的團體說明說 我們能不能夠一起來找到供電穩定 找到改善空品 尤其在今天 我們找到加速減碳 同時能夠讓藻礁受到的影響 最小的一個方案 但看起來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有一些意見的交換 但記者會出去開了以後 我想這個感覺起來 我們今天努力想要說明的 似乎沒有被潘先生接受 我想說我們還是會再努力跟社會大眾做說明 政府 我們要面對的是怎麼樣維持供電穩定 怎麼樣改善空品 加速減碳 同時也能夠維護藻礁 我們的工作跟我們的任務 是找出這樣子的一個答案 那我進一步回應一下灌制的問題 我們有注意到 有部分的環團代表 在今天來總統府之前 好像去了在野黨那邊進行會議 那如果這個會議的內容 是有一些部分媒體所揭露的 是去談論所謂的公投動員的議題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 我們對此感到非常的驚訝 我也相信說很多的環團的朋友 或者是社會各界 可能也會對這個感到很驚訝 如果實情是如有些媒體所寫的話 那第二個我們當然也注意到 潘老師出來有講說 所謂心情沉重的部分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能源轉型 保護藻礁 穩定供電 那未來朝向2050 近零的轉型過程當中 我們都需要很多的努力 我們也需要很多的對話溝通 那這個時候 確實是很多人都在努力啊 那政府部門也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 希望能夠進一步找到 對能源轉型影響最小 保護藻礁更多 又能夠提供北部地區供電平衡 全台灣供電均衡的一個方案 所以如果心胸開放 或許心情也就不會那麼沉重了 有沒有下一題 有沒有下一題 安德一 那個 剛剛看這個社長的簡報的時候 感覺說是關於已經說到的事情 其實有很多層數 不過是對於未來 包括有一個圖表 就是說連2020年以後 好像是 未來的那個LNG發展 或是再生能源發展 好像是天土滿滿的樣子 那那個 就是說 雖然是有談到是 2050年是有這麼一個目標 不過是說 像最近 這個 為了處理那個拜登的那個 像日本今天也有表示 要提出 從2013年到2030年 要把那個排碳 那個排 減少 大概算是46 那 就是說 算是一個 那個 美國是要求50% 那 14 還算是 相當 相當大幅的那個 符合美國的 美國的這個要求 那我並不是說 美國對我們有什麼要求 不過是說 對於 比如說 20 2030年 關於能源 未來的長期的發展 或是說是這樣 排碳的目標 我們好像沒有 沒有很清楚的那個 表示 那是否是什麼時候 會有提出這方面的 比較具體的 那關於那個 網民的記者會 剛剛 潘老師有提到一點 我覺得是 比較具體的事情 那就是說 是 那個 總統又講到說 是 從 232公頃 那個 就是說 工業區減少 大概是 232公頃 不過是關於那個 專 那個 專用 港口 潘老師還是說 是 如果說繼續蓋的話 是會傷害 300多公頃的 那個 草礁 那我就是說 不曉得說是 它這樣子 舉算 那個是 就跟 那個 開發部門是 相當大的 摩擦 那這個摩擦 是從哪裡來 這個我想 那個 按的第一個問題 我是不是請 副署長 來就這個 淨零排放的 相關的目標設定 來回答 然後 關於三階的部分 我請 那個文森次長 等一下再做回答 我們先請 蔡副署長 我想這個 總統已經做得 很清楚的宣示 就是 2050是 淨零轉型 是全世界的目標 也是台灣的目標 所以2050 淨零排檔 這個事實上是 這個目標是已經確定 那當然 環保史是 這個在溫官華這邊 在修法裡頭 事實上是 在溫官華第四條裡頭 事實上是原來是定了 2050是 是減半 所以這個 表示說 這溫官華以後 一定是要把它修 修到這個符合我們目前的 一個長期的目標 那當然 溫官華在修的時候 事實上是 這個 從去年開始 7月12月開始 這個 行政案已經開始 左手 這個由龔正偉那邊 這個 邀請各部位 成立的叫做 淨零排放路徑 專門的工作小組 那這幾個工作小組 事實上是 要從這個 一些可能的路徑 可能的方向去做盤整 那我們是希望說 它能夠差不多 在6月底左右 這個整個 一個排檔的路徑 可以出來 然後我們可以跟 社會大眾大家來對話 相信這個 經過對話以後 有些這個 比較具體的方案 就可以落實到 我們這個法裡頭 而且在法裡頭 可能會有些 其他配套說 是要入法 那這個都是 我們這次修法裡頭 考慮的一些方法 反方向跟範圍 對 那個充分案 是說是 那個 氣候 氣候變遷因應法 對 因為 目前事實上是已經 已經預告了 目前早上是已經預告了 但是因為 裡頭有一些 爭議的條文 現在我們還是在等 等這一部分 有些東西要做最後的確認 包括一個長期的目標 現在已經確認了 第二個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一些 措施要入法的 這個是我們在 在等待這個 看看整個 我們這個工作小組 就專政小組 出來以後 看看還有哪些東西 要入法 只要入法的話 我們這次順便就把它修進到 我們這個 氣候變遷因應法裡頭 因為跟我有關兩個問題 我先說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一個國家的排碳量 會跟能源使用需求 會有很大的關係 那它也間接的 就是它會跟經濟的發展程度有關 我覺得台灣現在 我們面對到一個 比較特別的問題 就是 這個其實 從某種程度來看 我們的經濟成長率高 這是正面的事情 那國內的投資 其實這一段時間以來 累積的速度非常的快 這也是正面的 那相反的 我們在整個 能源結構的調整上面 要面對的 同時要加速的工作就會更多 我想這個 按得應該很清楚 那我們在2025年之前 我們大概可以在能源的結構上 做到兩個層級 第一個 我們一定要讓再生能源的發電量 會比核電來得多 第二 我們會讓燃氣的發電量 比燃煤來得多 那尤其 經濟部現在已經著手在處理 就是 氣電共生的價格 燃煤跟燃氣要不一樣 用政策來引導 讓氣電共生從燃煤轉成燃氣 那長期來看 下一個階段 我們希望能夠讓再生能源的發電量 大於燃煤 這是我們開始在做的工作 那當然要達到2050進行燃煤 再生能源等等的發電量 一定會大於燃氣 就 供給面的結構是這樣 需求面的有兩個部分 今天在場的很多團團 尤其有些有老師的背景 其實對我們 也給我們很多意見 我覺得重要的是 我們可能很多生活型態的改變 跟方法的改變 怎麼樣讓節電能夠做到 那製造業部門也必須去提高自己的能源效率 但是我在這邊要特別說 其實台灣是一個外銷導向的國家 我們有很多產品 事實上在能效上面 是在全世界非常非常有競爭力的 尤其是像我們的晶片 我們晶片產業 我們半導力產業的能效 其實是表現非常非常優異 那我們同時要協助這些產業能夠持續發展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來持續減電力的排碳係數 這個是我們會一起來努力的工作 那至於提到 剛才提到的 就是我們從那個環評的過程裡面 怎麼樣調整了三階的方案 我想在座有不少記者都有 follow這整個三階的變遷的過程 包含它的那個環評改變的過程 那我們從原來的232公頃 調整成37公頃 進一步調整成23公頃 其實在環評的過程裡面 非常多的討論是集中在 我們是不是去影響了朝間帶的藻礁 比較顯著看得到那些粉紅色的藻礁 所以我們把這一些任何一寸 這些我們看得到朝間帶上的粉紅色藻礁 我們都沒有去動它 這個23公頃 是兩個已經做好的結構物 其中還有8公頃 是排電的溫排水渠道 對這一個公 對這個案子它沒有利用 它就是用來取水跟排水 它就是拿了台電的溫排水 來氣化天然氣 再把冷的水排回去 溫排水裡面 降低對海水溫度的影響 8公頃是用來做這個 3公 剩下15公頃裡面 2公頃是道路 連外的道路 只有13公頃拿來蓋除草 這是我們說的 從232減到23 至於海域的部分 大家有不同的算法 有不同的計算 那海域底下是什麼東西 其實我們在之前 環境團體辦的一些 對焦的說明會 我們都做了一些說明 藻礁所在的位置 其實大部分 我們現在就拍到了 看到的狀況 是沙埃的狀況 有零星的一些生物 但它真的沒有像 潮間帶上面 這樣子的生態系存在 這是我們隨向攝影拍到的狀況 我們磚探看到的狀況 是水深超過15米以後 幾乎我們磚探的結果 是每一柱起來看到的 上面都是先是沙 下面才是礁體 那有些下面是黏土 我們看到的水深15米以後 礁體顯著的減少 甚至是沒有 甚至是沒有 所以講說300多公頃 老實說我到現在為止 我也不清楚那個計算的方法 我也不清楚那個計算的方法 但這個港在都市 在整個開發計畫裡面 核定的最後的面積是800多公頃 將近900 它是一個開放的水域 如果要算防波體來講 它是60幾公頃 加上那個碼頭 是60幾公頃 所以我想說 關於這一個部分 我還是要再回來講 三階的建設 它的功能是多面的 藻礁的影響 政府是盡我們的能力 來減少它的影響 好 謝謝 那個官司還有問題 就是說 雖然說總統在今天 都有提到說 核四絕對不會重啟 但是我們知道就是說 國民黨的那個主張 也就是希望能夠做 能夠發展核電 那今天這個藻礁團 今天這個環保團體去見了 國民黨之後 那有沒有在會中 有提到任何 關於核四的這個議題 或者是說 有沒有針對這方面 做任何的陳述 跟大家報告 沒有人提到核四的議題 那倒是蠻多人提到 要堅決反對核四 還有桂香 我想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2050那個禁令排放這個東西 到底目前政府的規劃是 要不要入法 這是一件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們馬上就要面對 就是說828公投 那如果公投的結果 會不會影響2050這個 旗程的推進 他的政策評估和影響 我不知道現在政府部門 是不是有這方面的評估 謝謝 那個 人員的旗程請曾氏 然後是否入法請財富 好不好 那曾氏先好 我覺得三接如果沒有辦法順利行建 就是他如果是依照公投的結果來執行 就是現在公投的提案來執行的話 我們的評估就是要有一個穩定的接收站 就是量能夠穩定的供應的接收站 不管是台北港或林口港 我們的評估就是會超過11年 就會超過11年 那其他臨時性的調度設施 可以怎麼安排 都沒有辦法穩定的來供應天然氣 我們的天然氣接收站 現有的一個在高雄 一個在台中港 他都需要透過管線 大部分是海管來提供發電 這些過程也需要重新經過緩評 也需要經過選址 他都需要 而且藻礁當年 而且2007年被明確的發現 而且做定位 其實就是中油的天然氣氣管 要上路接到大坦的時候 這個問題顯著出來 但那一塊是現在已經化為保護區的關心藻礁 我只是要在這邊再一次說明 其實我們整個國內的能源的穩定供應加速非核減煤 是政府在努力做的事情 好那如果要說 除了政策以外的話的話 我想藻礁團體提出了 非核減煤互藻礁 政府非常的努力在做這三件事 非核我們應該預計可以達成 減煤過去台中已經減了六百萬噸 護藻礁我們盡我們全力在做 但如果只護了藻礁 減煤 我們可能騎乘要拖延 我們沒有辦法進一步減煤 那這是不是我們要的選擇 我想這個是大家要一起來討論的 也是非常多環境團體的朋友也提了 是不是大家能夠一起來討論 接受或是設想出一個好的方案 能把我們都期待的價值一起來落實 我想有關靜靈排放的長期目標要不要入法 就是2050這個目標要不要入法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是不排除要讓它入法 因為原來在第四條在定的時候 那時候雖然大家有些爭議 到最後還是讓它讓2050的一個目標是要入法 那今天如果是大家這樣討論下來 結果大家有共識的話 實際上我們還是願意讓它 在長期目標讓它進入到我們的法裡頭 目前的情形大概是這樣 但是這裡頭除了入法之外 其實我們最重要是在說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配套措施要不要入法 這個才是我們現在正在盤點 整個靜靈排放的路徑裡頭 看看是不是還有哪些措施 這次要一併入法 這個是我們最主要考慮的一題 好 以上 我補充一下 關於靜靈轉型這個部分 當然環保署這邊有就溫管法的修法 做一些準備 那至於是否要配套的其他修法 我想行政部門跟立法院 立法部門都會做這個進一步的討論 那我必須強調的是 我們如果設定了一個高的目標 比方說我考試要考100分 那我就會去想辦法做很多的用功 做很多的努力 讓我們去達到這個目標 如果不設定這個目標 總統永遠在公共政策議題上面 只能依循著過去的經驗 或是過去的政策的路徑來做思考 所以不會突破這樣子的框架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總統在跟大家會談當中 也有講到說 面對未來的各種環境議題的挑戰 我們都必須要突破過去的框架 才有辦法有效營運 2050近零轉型是這樣子 2016年我們推動能源轉型也是這樣子 當初大家也覺得 設定50、30、20的目標好像遙不可及 但這幾年來因為我們設定了這樣目標 政府各部門積極來推動相關的政策 所以我們離這個目標越來越近 一步一步一腳印 只要努力我們就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這也是為什麼今天總統要再次表達 全世界是這個目標 台灣也共同是這個目標的原因 還有嗎 再見 追問一下曾次長 聽起來經濟部已經評估過 如果沒有辦法有穩定的天然氣的供應 會超過11年的這個期程 是有估計出來的 那聽起來經濟部在這個議題上 其實已經沒有彈性了 感覺聽起來好像跟環段之間的共識 是不是已經等於就是沒有共識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行政院有指示說要進行說 所謂的替代方案的討論 那這個部分的討論彈性的 就是說討論的跟環團之間 有沒有拉近彼此的距離 比如說往外還在推進 或者是有其他可行的方案 謝謝 我倒覺得今天有很多討論 有很多環團對於我們不同的價值 要共同的去追尋 讓這些價值能夠一起落實 是有共識的 是提案的 因為他們也背負了連署人 對他們的委託 所以我聽到的話語是說 這已經有70萬的連署 我們必須為這70萬的連署負責 我聽到的話語是這個樣子 所以不是你說的跟環團沒有共識 是藻礁的提案單位 潘老師跟陳律師 他們在裡面一直不斷的 有重複在主張 三階可能對藻礁帶來的一些問題 但我覺得我感受到的是 有非常多的團體 你其實認為能夠追求多贏的目標 是我們可以一起努力的 我這邊補充一下 當然潘老師作為公投發起的一方 那必須堅持他的立場 這個我們可以理解 而且其實這幾年來 這是這五年來 潘老師第四次在這樣子的會面當中來參與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也都相當尊重他的意見 不過就像大家所知道的 或者是曾次長剛剛所報告的 現在很多的環保團體 公民團體 甚至社會各界 很多專家學者 也都在思考 如何不要靈合 能源轉型跟保護藻礁 都是環保的議題 他不應該是靈合的 而應該是有機會共創雙贏的 那大家也都表達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跟想法 那經濟部有相關的單位 也都有參與這樣子的討論 我相信他們也在努力的研究當中 所以是不是大家都應該聽聽彼此的意見 那共同為台灣找到一個更好的方法 我想這個才是真正溝通的目的 貴香姐 我再追問一下曾次長 就是說依照您剛剛的政策評估跟說法 我可不可以解讀說 如果按照公投的提案內容通過的話 可能會對2050這個淨零排放的這個目標 會出現變數或有點推遲 或者 市長你對這件事也有看法 謝謝 那個我想 因為2050時間真的很長 還有30年 所以這裡面我相信一定大家的努力 也可以再找到其他的方案 但是我要講的是現在 從現在開始往前走 我們一定是 比方說減煤不可能繼續持續下去 它會有一定停滯 我們會看到 天安器的接收站的調度 會越來越吃緊 這些是我們要付出的代價 那接下來我們要再選擇的天安器接收站 哪些地方是會被接收的 是可行的 我們要花時間去評估 當然之前所有的地點 經濟部其實都在設想 但是時間 我還是要再強調一次 我們現在時間是我們最大最大 要克服的挑戰 如果在時間允許的狀況之下 我們能夠盡最大的努力 我們還是願意盡最大的努力 我們之後 我們再做一集 我們來做一個實力的